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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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的时候安详吗 十月坏胎的孩子被人逼死在叛军刀下 结发的丈夫却不闻不问 怎能安详 三百多个性命被烧得只剩灰飞残骸 他在石谷灰烬里 犯了一日一夜 双眼几乎苦笑 可薛氏一门却踩在亲自血肉上 入宫领取封赏 他该有多狠 他与血缘合力 他与血缘合力 拖着残渠回到后府 不到几个月就去了 不到几个月就去了 好好活着